其實每個人都有執念 但生命失去了 這個有人說執念就消失了 未必 那麼這個有一個人 他婆婆貴心已經兩年了 但是每逢接近過年的時候 婆婆的靈魂就會回來 就要過年的時候 那這個真正是做鬼也沒辦法 你說這個媳婦他很崩潰 他說執念好可怕 那麼這個故事 請玉峰來跟他講一下 好 這個媳婦嫁到他們家裡面 就發現說家裡的氣氛不太對 因為他的婆婆 就是非常的公主病 雖然年紀已經比較大了 可是常常就是在家裡離職氣死 然後交代他做什麼事情 但是他就發現說奇怪 老公也不太理這個他自己的媽媽 後來他慢慢嫁進去 越來越久之後就發現說 原來故事是說 當初他的婆婆是在日據時代 算是家裡是非常好的 然後嫁到他們家之後 他的也是有點像被婆婆欺負 然後公公也不喜歡他 所以他在家裡是過得非常不好 非常不好的情況之下 其實他對自己的小孩 就是沒有教養的很用心 所以包括他的老公 小時候過得也很辛苦 然後他的弟弟甚至就是有點 就是被媽媽虐待到有點精神疾病 所以變成說老公跟這個小叔 也沒有很尊敬這個媽媽 那沒辦法嘛 一家人慢慢過過過 過下去之後呢 終於這個婆婆八十幾歲 往生了 然後這個原婆就想說太好了 那這樣子媽媽走了 這個婆婆走了之後 就也沒有婆媳問題了嘛 可是他最近就發現說 有一個比較嚴重的問題 因為前陣子不是過年嗎 因為他跟他的先生 他先生就是很會打呼 所以很早以前就已經分房睡了 可是在過年前一個月 就半夜的時候 他先生就帶著自己的枕頭 就偷偷地跑到這個 跑到他的房間 他說我跟你睡好不好 他就想說 當然好啊 那麼久沒有睡 對啊 這個原婆就想說 好啦 終於要來那個了嘛 對不對 可是呢 躺下去 又開始打呼 他就把第二天就問他說 你既然來了 要不要盡一下義務 我說沒有啊 我是來睡的 我沒有要做什麼 他就覺得很奇怪 後來過了幾天之後呢 他這個 因為他先生打呼很大聲 他又把他趕回去 他說你既然沒有要做那些 特別的事情 那你就回你的房間去睡 你不要打呼影響到我 他老公才跟他講說 他不行 他說他一個人在睡的時候 他感覺到媽媽回來了 他覺得他媽媽的形體 就在他面前飄 然後就想說 好 不管啦 反正媽媽他也不會怕 他就把他轉 所以他回來給兒子看 對 然後那個兒子就說 我也不會怕這個媽媽 他就再把他側身 側身之後呢 這個兒子就發現 他媽媽在摳他的腳底板 對 然後到最後 他兒子就覺得很煩 媽媽給 他趕了 他就覺得 不行 不行 他就又跑回去 跟自己的老婆睡 老婆就覺得說 這個是你媽媽到底有什麼好怕的 可是呢 他講完這句話的當天晚上 婆婆就回來了 婆婆是沒有扣他的腳底板 但是就在他旁邊吹風 在媳婦嗎 對啊 在媳婦 反正他講什麼 或是什麼不講 又講什麼又什麼不講 反正呢 這樣一而再再而三 他們到最後變成什麼樣的狀況 他跟他先生不是分房睡嗎 他跟先生討論好之後說 算了 搬家 可能媽媽之前住在這個房子 他可能就是還有執念 不願意離開 他們就搬家囉 搬家的當天晚上 兩夫妻想說 終於可以睡個好覺了 婆婆又來了 對 所以他就上網說 那我們現在到底應該怎麼辦 家也搬了 那是不是要去找老師 那不然這樣子弄下去 應該沒完沒了 這個 玉峰剛剛講這位婆婆 八十幾歲過世了 但是他說他有公主病 對 其實他在日本 通在台灣的世代 他是大小姐 大小姐 真好過 真好過 那 不過這個請教一下廖老師 就是說 你怎麼看這個 大... 大雞 對 婆婆 大雞 他回來騷擾 他兒子跟媳婦 你怎麼看 其實我們 你會信嗎 我當然信啊 你信喔 因為本來我們每一個人 離開我們的肉體之後 有一條魂 他就會是在下 三魂對不對 有一條 對 鄭大哥好厲害 就是絕魂 他會留在祖先牌位 那當然就是我們剛剛在講 這個案例 我不知道 他們家有拜公媽牽牡 有拜祖先牡 如果是沒有的話 或許他婆婆要回來 跟他兒子說 你怎麼沒給我拜 還是他有什麼需求 因為現在的人在辦 就是後事喪事的時候 都很簡約 那如果他是比較傳統 很需要一些 比如說他是生病過往的 需要藥燦 需要治療 其實是很需要這些協助的 因為我們往生的時候 就好像小孩子娃娃 肉體來出生在這一個人世間 那往生就是我們的靈 我們的靈魂重新在往生 在生活 然後所以是一個很陌生的環境 是需要 他也是出生你知道嗎 他就像我們孩子剛出生 需要人家為牽牽牽 那我們的祖先 還是我們的先人過世的時候 他還是需要我們後代的子孫的協助 所以要幫他做靈療 做友餐 幫他做敲途 不是不是去找自己的兒子 對啊 因為他就是他的自清 或許他肚子餓 像我記得我在節目中 曾經講過一個案例 是我的客人 他們住基隆 他就是先生的這個後事沒有辦好 然後沒有給他一個牌位 你知道嗎 他每天回去找他老婆 甚至拉他的手去摸他的身體 那時候含流來 他跟他說 我很冷 我很冷 然後就拉他的棉被 跟他睡在一起 他那個老婆嚇得要死 跑到辦公室找我 然後他每天都回去 然後廚房裡面 就是會有開冰箱的聲音 然後不只這個太太聽到 他的女兒跟兒子都碰到 看到爸爸在那邊翻箱倒� 找東西要吃 真的啊 後來也是我去幫他處理這樣子 包括他的骨灰 鞍鳳 他都來跟他說他不要在台中 他要去鹿港 對 那後來就幫他做好了很圓滿 他們小孩子也很有 就是後來事業都很發達 那廖老師你自己有吃菜嗎 我我會吃素是固定的時間吃素 平常就方便 方便素 對 像我們中途就吃烘肉 你看這種有辦法轉世 有辦法輪迴 一定有辦法輪迴看輪迴哪一道 沒辦法他們就都讓我們烘肉 不會啦 我們也沒辦法輪迴他們 但是在修就是說我們吃素是 在佛教裡面是說要修一個慈悲心 但是不吃素也不代表不慈悲 我們佛教裡面就是不聞殺 不畏殺 不聞殺 不見殺 就是我不要看到他被殺 我不要指定我要這一個為我而殺 然後不要聽到他很淒慘的聲音 被殺的聲音 對 不聞殺 不 不畏殺 不見殺 不要聞就是聽到 見就是看到 不為我而殺的 對 就OK 慈悲心 然後可以做善事 了解 新聞娃娃有YouTube頻道囉 請大家搜尋新聞娃娃娃 或者掃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訂閱鈕開啟小鈴鐺 請大家繼續分享 有請到請多點 聊天 有請到台 eller frequencies 有請到台北 其他小鈴鐺 雙方留言 請問我們 在台北 或雙方留言 請到台北 有請到台北